我们来看一下正传媒的一个最新民调 柯文哲有没有故意涂利 这个字蛮关键的 故意涂利 不是不小心涂利 高达51.2%的人认为他有故意涂利 没有的是21.8% 那么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贪污收费 这也是大家所说的 金流到底能不能扎扎实的抓出来 就210万有 1500万应该上下文对对 也差不多就出来了 4点多亿的公关费 到底是怎么一个流向 但是因为现在起诉书还没有出来的关系 所以社会大众认为说 柯文哲有48.4%认为 柯文哲是有贪污收费的 没有的也将近三成之多 有一些民调专家就讲了 全台湾社会还有660万 认为阿伯是无辜的 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能不能这么解读是一回事 但这份民调当中显示出了 阿伯在年轻人心目中 还具有一些诚信的意义 高达56.1%的 20岁到29岁的民众 居然还相信柯文哲怎么回事 Grace 这个我应该讲 这个柯文哲的战术 就是抢钱 抢粮 抢身量 那即使他现在人在里面 他还是在进行着抢身量的部分 你看黄国昌一直对外告诉大家什么 告诉大家说这是政治迫害 司法不公 然后甚至柯文哲透过这个监视器 还可以看到赖清德 诸如此类的言论 其实就在抢小草心中的占有率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20岁到29岁 相信柯文哲达到7成 如果就于这个民调里面来讲 认为故意 这个所谓的他没有徒利 认为是政治迫害 居然这么高 但是千万也不要小看 虽然说是660万的人 还是有点相信柯文哲没有徒利 但是相对的 有1600多万是认为他有徒利 所以在全台湾过5成的人 认为他有徒利的情况之下 那相信柯文哲是受到政治迫害的人 哪一些 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 透过这个国民党的轮廓来看 国民党有5成以上的人相信徒利 但同时有5成的人 相信柯文哲是被受政治迫害 所以国民党现在的支持者 他们脑里面也是陷入了胶着空转 就是一部分 我觉得阿伯一定贪污 可恶的柯文哲怎么可以这样 但是又有一部分的人相信黄国昌的话 所以他们现在脑子一定有一种拉扯 我觉得这很特别 另外民众党内部 从这个所谓台湾民意基金会里面 民众党内部支持柯文哲 相信他没有徒利贪污的 有87% 87% 87%的人都没走 都还是一样 铁板的相信者柯文哲 所以你说民众党在这个所谓的集结活动 有没有效益 我认为有效益 他透过这些活动 然后透过每一场的直播人数 让没有到现场的人还相信他说 对 我们有一两万的人还在跟我一起看直播 所以这现象是非常有趣 但是民众党内部自己就有判断 10月26号到11月5号这段期间 他们是采取观望 也没有什么太积极的作为 原因是因为如果检调 持续的要严压 但没有起诉的话 他们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 更激进的去喊司法破坏的部分 但是如果 所以真的有喊有效果 还是有效果 从名要上来看 对 所以他们强调的战术就是说 他只要的是心灵的占有率 并没有所谓的司法的公平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再加上你会发现 即使有谢国良 200万没有交回党部的这件事情 他们也都觉得不用计较 可是他们党部又是计较人家 20万的相机偷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他们会报案 比如说民众党会报案 但是他们会看人去报案 党工犯错报案 四叉猫脸书乱贴报案 各方面 但是民众党真正的辱落 是被谁搬走的 他们丝毫都不想对外说明 也不去计较 甚至有一些党工 明明被列为说 一月底应该要拿到 这个所谓的年终奖金跟薪资 也没有钱额拿到 形同让人家觉得是不是福报 那这所有关于钱的事 都不是民众党要在乎的事 他们告诉小草说 土利不是贪污 那柯文哲拿这些cash money 也不用申报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在做一种反制的行为 去牵制了所谓小草的支持度 没有我就请问你 针对谢国朗也承认了这两百万 家族长辈给柯文哲的 黄国昌怎么说 黄国昌很简单 他就是不说 也没表态 但是我跟你讲 黄国昌麻烦了 他如果在一审判出来之后 他没有个人的态度跟表态的话 会影响到2026 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2026 黄国昌 我是充粉 我充粉 黄国昌是有条件去选新北市市长的 如果他2026没有出来选一个什么县市首长的话 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人给他两百万 那这一种状况 你2026民众党该怎么样去给人家交代 不要这样子 两百万交个朋友 这多好嘛 你好我好 大家好啊 试试一下 对 但是重点柯文哲 他一直告诉大家 他不会拿钱 可是你的对价关系就是两百万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黄国昌不把这一体好好的处理 或者一审被判出来的 好好的去做这些司法的解释 我认为就是对于2026影响非常大 民众党装党部遭自家人 窃手相机等设备变卖 政治评论员吴敬离发文 价值连城的 恐怕不是办公室设备 还提示注意艺术品 非常多人都会送柯文哲一些好东西啦 包含他那么多政商里名流的朋友 像沈静静是不是也送过柯文哲话呢 不只爆料柯文哲 曾收企业家赠送艺术品 吴敬离在分析柯文哲在被羁押前 已经为案件设好断点 账簿你知道吗 除了李文哲才有不一样 我们期待都没看过 记者会的每一个言论 都是故意刻意的设下断点 尤其是设在李文哲的身上 朋友一生一起走 结果没想到一起走到土城看守所 吴敬离更在脸书盘点精华成案相关名册 泱泱撒撒二十多人 对此民众党回应吴敬离是为了声量胡言乱语令人不耻 随着柯文哲遭积押即将借满 简连好几波问序调查也将坠入寸出 我们要欢迎这段新教育来宾选人 介绍的是财政政家邱敏宽 惠敏好 大家好 代交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林延凤 大家好 来介绍的是政治朋友员张艺善 惠敏好 大家好 国民党籍的桃园市议员黄近平 惠敏大家平安 好 虽然立委吴宗健研判 这个第一个起诉书 起诉的十几年很有可能是十月底 但瑞德你的看法不一样 你认为不会这么快 因为并没有这么急 证据要更巩固更确立 所以大家都在说 橘子这个人很关键 金流可能在他身上 关键的USB可能在他身上 你甚至掌握到一个讯息 是正本是在橘子身上的 柯文哲被发现的是副本 那正本跟副本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事实上呢 那为什么 事实上你下个礼拜 要把相关的精华者 一些相关人等 在等于说月底之前 先部分起诉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个人认为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精华城的轴心在哪里 精华的轴心在 沈庆经跟柯文哲 而如果你要部分先起诉 会部分先起诉哪个部分呢 是以应小微 沈庆经这个部分为主的部分 还有朱雅虎这部分呢 那4740万的相关的部分呢 为主啊 所以个人认为 如果你要这个 侦办这个案件的话呢 因为从目前办案的 所有的这个 等于说方向来看 跟研判啊 那么台北地总组显然 希望必其功于一意 把跟柯文哲有关系的 每一个案都查得水落石出 清清楚楚 所以包括金华城的部分 联政署在办 包括这个政治现金的部分呢 那么是台北调查局的 北部机动展在办 我告诉你 请问全案是从哪里来 全案是从柯文哲那去嘴笑 他说他的 只有他报政治现金 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那本账才是 清清白白清清楚楚 他在美国民党跟民进党 经不起考验 从这里来的嘛 是 结果人家马上来 康仁俊的好朋友 那个相关的老板 那个老板 传播公司的老板 一看 怎么会有3比960万 跟我没有关系啊 然后跟他们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民众党 包括他跟徐福讲 跟黄珊珊讲 他们竟然不赶快 在第一时间 就把这个火给灭掉 就让这个老板 怕死到惹麻烦了 包括国税局的 包括监察院的 包括很多麻烦 所以委托康仁俊在脸书 发了一篇新闻稿 整个炸开嘛 所以你刚点了这几个点 我比较纳闷的是说 针对柯文哲 比如说政治现金 是不是就一本起诉书 针对金华城 是不是涉嫌 徒利行贿收尾 又是一本起诉书 还是全部写成一大本 问题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些 有些这个案 涉案的情节里面呢 是两者都有的 比如说 北部机动站在办 政治现金里面的部分 也有跟金华城有关系的 木科公司 也有跟金华城有关系的 所以两边呢 那么就有 所以这次事实上是 北检的检察长 然后下面 香月主任检察官 主任检察官 然后七个检察官 下面检察事务官 还有联政署 调集北部机动站 你们办好了以后呢 因为两边都会有 可能卡到嘛 移送到台北地检署来 由我付训 由我指定相关人 相关检察官来付训就对了 因为卡卡 残残顶顶顶顶 各位 我不晓得 他哪有回答 我不知道 这个只有李文中知道 不可能李文中知道 然后讲到相关的 金华城的 我不知道 这个只有彭正森知道 我跟你说 彭正森八度接训 态度越来越充仑 心情越来越轻松 这个对柯文哲不是好事情 柯文哲的太太 陈佩奇 在台上跟人家讲说 我老公没有盖章 我的天啊 那你不把所有责任 全部往彭正森上推吗 那彭正森怎么办啊 你开玩笑 李树德 看高年 那彭正森绝对不会低于九年的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所以彭正森 他必须要怎么样 一个供述嘛 还有朱雅虎 本来他是全案里面 所有被收押 还有关系人里面 最配合的 为什么 210万他认啊 但我请问你既然认了 为什么又再度 高院把他花回地院 重新裁那个积押的时候 他又再度被收押 也就是检察官 直接给法官看 有 你们 我们目前媒体还没有报导的东西 在手上嘛 而且很简单嘛 这些东西整个 全部都咬起来 怕死人 所以1500出来 要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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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为什么谢国良把钱交给谁 后面最后一栏有备注 都有写 所以谢国良阿沙里就承认 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什么不承认 我说担败的啦 你把政治现金给别人说要适择一下 最后没有申报 划钱而已嘛 事实上对这些人来讲划钱而已 但是柯文哲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很简单 而且一罪一罚 你搞清楚 这么多人全部一罪一罚 那么 检察官的目的何在 检察官的目的就是要坐实 你这是钱 因为其他的人都只是违反政治现金法 不不 可是审刑金就是对价关系 不然以后你1500万要做啥 你有否认啊 你不承认啊 之前有210万用汇款的 现在有1500万 还有没有其他的 现在还在 其实现在还在追一笔 1000万的金流 你知道吗 现在还在追 所以事实上 千万不要小看台北地址署的 你说有人捐给柯文哲 还有一笔1000万 在追相关的那个 那还有就是说 这是还没有曝光的1000万 其实他在收 对 其实还要在收钱 对不对 吴子佳已经多次讲了 代法修行的1000万 柯文哲跟民众党 你们去告了吗 你有去告吗 你为什么不敢告 这1000万只是这样而已吗 但我知道了有多少人 讲坦白的 从以前的台派独派 一直到现在有多少人 所以这是政治现金的部分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部分 不管起诉 起不起诉 他还是继续严压 所以起诉诉倒在贵本啊 最好一大本这么大本 大家还是 因为民众党现在要根据 这么起诉诉要反击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想尽办法 这个起诉诉 一定要抓出 起诉诉 没有想到的疏漏的地方嘛 他甚至还根据这个案子 想要把它修改 这个相对 可是代法修行者 还没有被约谈 没有 所以表示还没有 查到那边 我告诉各位 因为很简单 如果全部要约谈 你以为那个 以色列党只有区区一页 因为有好多页啊 全部要约谈的话 怕死人 他只要约谈 能够证实这个 1500是金钱 而不是时间的人 就够了 你觉得举止回来 到底是不是关键 我告诉各位 平心而论 举止回不回来 根本不重要 不重要 但是他回来后 对以后 在法庭上的攻防更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举止回来 其实他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而帮柯文哲key进去 这个ecell党的 这个USB的人 其实就是举止 所以他的原始党 在笔电 跟他自己的USB里面 柯文哲这个 冲击力量 只是copy 当然有人讲说 那到时候他的律师 可以说 这个是copy的 这个copy的不是原始党 你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笔建档的 时间都有记载 所以时间都有记载 所以台北地点 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 也会记载 这笔这笔这笔 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好 橘子到底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 有谈论到了 橘子他针对柯文哲 柯皇上下令要追踪的政敌 他是不客气的 他甚至可以是挑衅的 他说就是要拍减苏培 他就直接拍了堂而皇之 而橘子到底权势有多大 朱泽成 他最近跑出来了 昨天接受新台拜上线的 访问当中他讲了 他说 他说其实很多人想进市长 是要求柯妈的 橘子是他的人 连柯文哲都怕他 有这么夸张吗 事实上是有这么夸张 很多人都觉得 橘子是柯文哲认识的 后来发现说 原来橘子的推荐 也是所谓的柯妈妈推荐进去 而后来变成他的随行秘书 变成内务府中官嘛 我会记得柯妈妈说 没有啊 柯文哲做市长 我连市长市都没有进去过 台北市政府如果没有进去过 他不用进去啊 派人进去就好啊 我要讲说朱浙成讲了一件事情 非常好玩啊 这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朱浙成这个人 是在民众党成立的时候 因为说真的 民众党的成立时候 选区立委的人 都是帮民众党非常大的忙 因为区立委一定不会上啊 但是你一定得提名 区立委你才能提名这些不分区啊 所以这些所谓的区立委的小鸡 帮民众党非常大的忙 而因为他是吴依珍啊 吴依珍是以前民进党 在苗栗选过立委的人 这个人的助理 所以他派去 民众党派他去苗栗耕耘嘛 所以他去选了苗栗 选了苗栗之后 柯妈妈就随身 就帮他辅选 帮他辅选的时候 去吃了馄饨汤啊 馄饨汤老板就觉得 柯妈妈来了很开心 就把馄饨汤要带给朱浙成说 你要给柯妈妈 结果朱浙成怕说柯妈妈带回 新竹部方面会冷掉 结果他就自己拿回去了 他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 柯妈妈记恨 所以他在节目里面 直接跟柯妈妈对不起 他不应该把他的馄饨汤带走了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朱浙成没办法进入市政府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原因 其实最重要原因 不要忘记了 2018年柯文哲连任之后 他其实不断的清除 所谓的市府里面包含党部里面 跟民进党有关的人士 所以朱浙成一定被人家放话说 贴了标签 以前你当过吴怡针的助理 是民进党的 所以你不应该进到市府吗 可能这个才是柯文哲 判断的最重要原因 而柯妈妈的包园圈 不只是举止了 包含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陈文中随护嘛 其实他在放假的时候 在柯妈妈家里打扫 你就知道他跟柯妈妈的关系 柯文哲的随护去柯妈妈 家做清洁工作 也是好 有阶级的警察 结果他要帮警官 他不是一般的警察 警官都要帮柯妈妈 去打扫家里 你就知道随行随护 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办公室主任 很多人认为 谢明珠跟蔡碧如关系很好 当然他跟蔡碧如关系也不错 2014年他就来帮柯文哲 所谓的妇女组织 跟日本的关系 但是他其实跟柯妈妈的关系 也很好 柯妈妈去日本玩 都是透过谢明珠去安排的嘛 因为毕竟他是日本 同日本有很多的关系管道 所以柯妈妈要去日本玩 都是透过谢明珠 所以那时候谢明珠 担任所谓的办公室主任 其实我们的判断都是 因为他跟柯妈妈的关系很好嘛 所以其实包含的办公室主任 包含的随行秘书 包含的随护都是柯妈妈的人嘛 就形成柯文哲的 所谓的柯妈妈包围圈嘛 整个第二任的任期里面 市府的大小事情 柯妈妈就可以透过办公室 市长市办公室相关的服务案件 就指挥下去嘛 所以谁服务的好就可以升官 谁服务不好就不能升官嘛 所以这些东西最后是由谁来 橘子来做这个指挥呢 因为不要忘记包含橘子 跟谢明珠之间的斗争 橘子跟陈文中之间的斗争 连柯妈妈包围圈都彼此斗来斗去 比谁跟柯妈妈的关系好 所以产生的这些竞争关系 最后谁胜出 橘子胜出啦 他内务府大臣 内务府总管兼任 警衣卫的督指挥使 整个所谓的权力集中于橘子 于一身嘛 所以这个东西到最后 为什么说柯文哲被柯妈妈所包围 不只是市府的事情 连选举的事情 柯妈妈也要管到底啦 2019年我们都知道 本来郭台铭要去做联署来参选总统嘛 那时候柯文哲也支持他 后来郭台铭在联署前一天 放弃了不选了 宣布不选 不宣布不选的时候 有一群本来就希望 2020年柯文哲就可以当总统的人 竟然跑到市府 要拉柯文哲去登记 所谓的联署耶 有 柯妈妈拿着印章去 有没有 对 幕僚都反对嘛 幕僚觉得说你不应该学韩国瑜啊 连任 刚刚连任就去选这个总统 所以幕僚都反对 幕僚在党的时候 一堆人觉得说幕僚叫不动 干脆跑去找柯妈妈 柯爸爸把柯文哲拉下来 所以柯文哲是柯妈妈 柯爸爸叫得动 叫他去选总统 他就真的会去登记选总统 要不是我跟金牌打电话 叫司机开慢一点 后来迟到五分钟 不然那一年可能柯文哲就去登记选总统了 可以看这个新闻 后来是真的去登记了 结果迟到五分钟 没办法登记连署 不只是所谓的柯文哲跟选总统 包含要不要蓝白河这件事情 这个旁边的苦主在这边 最后谁决定的 柯妈妈一开始觉得不要蓝白河 应该跟郭台铭合作才对啊 而且蓝白河的前一天 我在媒体里面说 到底会不会蓝白河 六点协议到底有没有效 我说只要两个人说话 他有效没效就可以证明 一个叫做陈佩琪 一个就是柯妈妈 果然那天晚上柯妈妈就说了 我们柯文哲不当侯友仪的副手 这句话就导致了所谓的蓝白河的破局嘛 所以柯妈妈的影响力 已经不是这种混沌汤的小事而已 他甚至可以左右台湾的总统的大选 左右蓝白河的破局 现在我们发现就是说橘子扮演的角色 还有一个东场的角色 柯文哲的敌人是谁 柯文哲希望在内部造成什么样一个斗争 什么样紧张的状况 橘子几乎是使命必达 帮他这个当马前卒 所以呢现在受害者联盟一一浮现嘛 刚刚姐树培有讲了 他是不断的被挑衅被偷拍 不知道严峰你有没有 我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议员 我还是办公室主任 所以我其实跟橘子本身不认识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 就我去问了很多的当时的这些市府里面的一级的提出首长 因为现在蒋万安用的很多人 其实都是过去柯文哲的文官上来的 那我就去问了他们说 过去橘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他说真的就是如同现在媒体所报道的 大家都不敢得罪他 因为他就知道说 他不仅仅是柯文哲的人马 也是柯妈妈的人马 所以我们就在讲说 其实在前几天这个温朗东 他也有出来爆料 他说有人就传这个内容给他 我就分析了一下 我发现居治之乱 在我们市政府 难怪柯文哲过去 他的市政满意度永远都是六都最后一名 因为他根本无心在市政上面 都是在处理内斗的事 他只要要逗谁 他就有四部曲 第一个叫做什么 告密 要白啊 所以你看 他这边就有讲说 他说会向柯文哲打小报告 这个是真的 他只要看谁不顺眼 他就去偷拍 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偷拍议员 他还偷拍这些局处长 大家知道说 柯文哲早上不是都有什么七点半成会 基本上在那个会议里面 局处的一级的长官都要来开会 然后再来呢 就是他还会跟议员爆料 友好的议员爆料 所以之前不是有讲说 有议员在这个我们的咨询的时间 把陈文中跟他的关系 然后说什么 谁偷吃的橘子这件事情 那后来呢 我们就发现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吊诡的 他是因为要逗里面的人 不惜用自己的关系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害者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橘子他为了要逗的这件事情 其实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形象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 再来他如果柯文哲要任命局处首长 竟然是要问橘子的意见 这个是很荒谬 大家记得以前柯文哲在我们台北市政府 还创了一个叫做 这个局处长互评的机制 匿名互评 那些报告谁看得到 柯文哲自己看得到 所以他自己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你看哪一个局处长 在讲哪一个局处长的坏话 全部都只有他看 那橘子他知不知道 他应该也知道 如果假设他跟柯文哲的之间的关系 是如此之亲近的时候 那难道我就要问说 原来你连柯文哲 你要任命哪一个局处首长 所以你过去讲说什么 你们的互评机制 你研考会的这些追踪等等 都不算数 其实只是局子跟你讲说 你要用谁 你不要用谁 柯文哲就听你的话了 那局子又是柯妈妈的人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皇太后下面的李莲英 那安插在柯文哲的身边 因为过去柯文哲最喜欢讲说 他自己是皇帝 什么雍正 所以他每次都说 我自己是雍正 后来我发现 你根本就是光绪 你什么雍正 你就是被你的母亲 被你这个家天下 在你的施政上面都影响 而且影响自己 包含刚刚 易善哥有讲到这个谢明珠 他多可怜 他是市长办公室主任 结果你知道被局子逗到 他竟然没有办法 进去市长室上班 叫他说到另外一个办公室 拉一个帘子说 请你去旁边坐 这个是对市长 是主任的尊重吗 大家知道公务机关 你只要公文 最后要送到市长的手上 谁是帮市长 最后一个看公文的人 当然是市长是主任 结果现在搞的是 市长是主任 没有办法进市长室 然后难道看公文的人 是局子吗 所以局子的权限原来是 那么的大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一切真的是 像现在民众党 他们面对这些事情 跟我们讲说 这个叫科幻小说 我相信民众党里面 有很多人应该都跟局子 有搅手过 包含谁 黄珊珊 大家记得 柯文哲要卸任之前 一度有传言说 柯妈妈不喜欢 黄珊珊跟柯文哲 在媒体上面 因为他们常常开记者会什么 黄珊珊都会靠得比较近 跟他讲话 那因为柯妈妈 看到了这个画面 他心里面觉得 这样子不是很好 还有这种说法 对 有这样子的传言 内部有这样 所以柯文哲 他要卸任之前 大家记不记得 他有出访 他有到日本 到冲绳去 黄珊珊 他带了这些人去 你看到局子 都把 就卡在黄珊 就卡在黄珊中间 所以你看到 黄珊珊出访的时候 都离柯文哲远远的 因为他没有机会 可以靠近柯文哲 所以我就说 民众党他们自己内部 包含很多 在市政府 担任一级主管 已经报的这个料很有趣 对 所以 柯妈妈不喜欢 黄珊珊站在柯文哲旁边 靠太近 这个是 妹有传言 太初橘子卡在中间 然后就卡在中间说 你要帮我盯着 不可以让他们太靠近 那我就想说 那出访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会一起出去 一起吃饭 他也都是卡在中间 就是尽量让他们 不要有接触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橘子的角色 就是什么 刚刚讲的 他不仅仅要跟柯妈妈回报 他要跟柯文哲回报 那这一切就是柯文哲 你们的纵容 你们的信任 那你们喜欢内斗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其实这几天分析下来 从举止这个 为什么一个机要秘书 居然可以诠释熏天 居然可以逗到 连办公室主任 都觉得很难过 不然我自己拌拌 民间看一看的 坐在旁边 你就可以知道说 柯文哲的领导风格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做市长都太勉强 更何况是当一个总统呢 好 侦办柯文哲整个案情 其实到之前检察官 曾经有派一个 专精于加密货币的检察官 来办这个案子 大家很关心的是 他的专业 能不能在金流部分 有什么样的所谓的突破点 那么当中举止扮演什么角色 去了日本之后 针对这个加密货币 是不是有比较好处理呢 你说现在的日本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过去日本 各位别忘了 比特币谁发明的 比特币发明人叫中本聪 他就是一个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后面发明了 很多的虚拟货币 而很多的虚拟货币是 全世界不流通 只有在日本本地流通而已 后面日本政府看不行了 所以最近的立法 变得比较严格 所以全世界目前 在比特币当中的话 有三个比较大的一个交易所 其中最大的一个在中国 你只要去到交易所之后 输入第一套密码 第二套密码 你说我要变成钱 他就可以变成钱 恐怖是恐怖在这个地方 所以据传现在USB 恐怕已经被他给带出境了 那我们这时候回头来谈 日本刚好跟各位说明 日本是加密货币的友好国家 所以第一个 他们明确有全面性的一个法规 第二个加密货币 也有法律的一个认可 但是他们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机构 所以现在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 我问各位你钱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一定是奇奇怪怪的钱吗 你光明正大的钱就是 我的钱就是做生意赚来的 我已经缴了税了 你干嘛怕人家小的 所以很多钱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 见不得光的一个钱 所以我们来看 日本黑道 日本黑道现在是虚拟货币的一个交流地 在日本的一个翅膀 他们甚至于日本黑道直接租公寓 来做洗钱的一个大本营 然后他们记者有进去看 那个洗钱大本营 先跟各位说里面还真热闹 里面就是第一个一桌一桌一桌的 然后全部满满的都是电脑 然后都是年轻人 然后这些年轻人 第一个他们就开始非法的 去购买比特币以太币等等的 请各位注意 比特币跟以太币 这个都是大型的国际流通的 后面他们再把它分散成小笔的一个金额 存到不同的一个账户之后 各位这里最重要了 我们刚开头就跟各位说了 日本对于虚拟货币他们很宽松 而且虚拟货币是日本人发明的 所以有很多的虚拟货币是只有在日本 他可以用 直接外面不能用 但是你从外国洗过来的钱 你可以做交换 这当中就有所谓的zcash 有所谓的dash 这个念法很特别 这个念法要念money 要念日文的念法 但是这个在日本很多人在用 就年轻人之间 今天过生日还是干嘛的 直接移转 你就可以去买礼物啊 干嘛的 所以他有极强的一个隐蔽性 最后可以变成所谓的合法的一个现金 那我们来看 2018年数据告诉我们 日本的黑社会向外移转 购买货币的一个金额 高达86亿的台币 所以后面日本他们就说了 要加税 那加税 日本其实对于所得税来说的话 他们相对来说 投资所得大概是在20%左右 结果年收入超过885万的 税率高达45% 简单的说 这个已经是重税了 但日本这几年有非常多 不只是日本 全世界其实都非常非常多 我们来看 中日的补教名人 这个叫丰田明 这个丰田明挺神的 丰田明本来他单单当补教名师 他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 可是这个丰田明他有两个博士学位 他有一天想一想 我在那里讲话 讲到要死 要吃贪这些钱而已 有一天他就想一想 算了 来做什么呢 来做整个诈骗好了 结果他就把诈骗之后呢 哇还真会骗你知道吗 他前前后后单单在日本 在中国 他自己做诈骗 还骗及他的诈骗分子 他前前后后经手了50亿的日元 折合台币超过10亿 然后后面呢 冲田明他中间还去帮人家做 转手的动作 还转了621万 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案子 但下面这个案子更神了 下面这个案子发生在英国 这一则案子到现在全世界还在嘖嘖称奇 我们现在说 英国有一个华裔的女生 她叫简文 这个简文呢 曾经日子产到什么地步呢 产到在送外送 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有一天呢 他突然间发现 有一个中国人来到英国 他就说 我要一个女生 要会讲英文 要会讲中文 你当我的管家 他就去应征了 这个人呢 是谁呢 哇原来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诈骗犯 叫钱志敏 这个钱志敏呢 后面发现这个简文呢 哎 手脚还蛮凝利的哦 很相信他 他就说 我跟你说 我前前后后有超过六万米的比特币 我六万米的比特币 我现在呢 我在中国 我要陆陆续续的洗到整个英国去 你帮我在英国 能买的就尽量买 能花的就尽量花 这个简文也老实不客气哦 多夸张你知道吗 去到那个珠宝店 他珠宝店直接进去 铁门关起来 把你们里面最好的珠宝 他们都给我拿出来 一百万英镑的珠宝 五十万英镑的珠宝 他一件一件的买 买完之后 包起来 买完之后 英国已经嘖嘖称奇的 在吃熟熟了 已经在怕了 哪来的这么有钱 怎么会有一个中国人 然后呢 而且这个他据传 因为这个简文本身人胖胖的 然后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傅太太 还是怎样买东西 这样买 买现金哦 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 他后来被英国的检调单位 盯到的时候 是他去买别墅 他买别墅的时候 第一栋直接买下来 两百万英镑 买第一间 付现 付完现之后 大概就是我们老板看还可以啦 你们那种英国最好的 你通通给我拿出来看 后面就带他去看哦 看的都是那种五百万一千万 简单的说 这些高级的房子 都是汤姆克鲁斯啊 或者是英国的高官 或者是那种爵爷 他们欧洲讲爵爷 你本身要封爵的哦 或者是那种印度的 那些大有钱人来买的 你一个中国女生 他就这样进去买 买完之后 英国的司法单位 发现不对了 怎么会突然间出现一个大佬 出手这么阔绰 后面就把他抓起来 三年内买房地产 买租宝 疯狂的一个消费 简单的说 老闆就跟你说了嘛 能买尽量买 为什么呢 钱来之不易 我尽量把它变成实体的一个货物 结果后面 被发现之后才知道 等一下 这个做法跟柯文哲 陈佩琪好像哦 他们是 钱赶快变成房子 对对对 喜欢的样子 刚刚这样讲好像有点像 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了 后面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钱志敏 前前后后在中国 骗了十三万人 骗多少呢 那个数字各位 真的是天文数字台币两千亿 所以刚开头跟各位说哦 为什么他会有六万枚的比特币 人家说 他这个钱就是来得太容易了 所以买租宝啊 买房子啊 这样买 后面各位想一想 原来那时候陈佩琪 在台北市 啊我就东看看西看看 啊看什么 原来就是以人爱路 微风徐徐 对就是人爱路等等 立法院为主的 原来他在看烤宅 可能口袋 就是真的有许多的钱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大家讨论举子 没想到举子在桃园 也是有风险的就对啊 应该说刚刚这个 易三哥在讲举子 是民众党党内最大派系的时候 他的背后其实就是 柯妈当靠山嘛 那后面的这个 不管是黄珊珊 刚不是说他 柯妈希望他能够跟黄珊珊 把他挡一下 所以后面其实黄珊珊 还有包括周渔修 还有包括陈志翰 这些人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举子的状况跟角色 所以后来 柯妈妈派来的密探 后来也刻意跟他交好 不敢得罪举子 因为他们知道 举子跟柯妈妈的关系 在柯批心中的这个分量 所以不管是周渔修 后来这个从办公室主任 到街长这个民众党秘书长 还是这个黄珊珊 后来也在这个 整个总统大选 发挥一个很关键的 影响这个柯批 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到后来变成列席 这个列民不分区名单 这个立委的民班 这些人 以及陈志翰 在这个里面充满了 战狼的这个角色 从去年到今年这样 所以 其实他们后来就结成了 一股势力 就跟这个举子 维持一个很OK 很好的关系 所以变成说举子 像刚刚不是有讲 他会去斗谢明珠 然后他会去斗其他的这个 李文中这些人 但是就偏偏不会去斗 这个刚刚讲 陈志翰 黄珊珊 还有周宇秀 所以他们大概也知道 这个美感 那我再讲一个 以前 为什么举止 现在大家在讲说 他搬钱搬钱 然后这么重要 柯批这么伟 我就跟大家讲 民众党的财务 在刚开始成立民众党 创党之初 到一直到2022年 九合一大选之前 这一段时间 两三年来 算是一直有建立一个 稳健的一个体系 我想逸三哥那时候 刚创党的时候 蔡来宾应该也碰到 因为当时 柯批找了一个梁秀菊 梁秀菊是谁 他是以前的 台北市政府的 主计住处长 钱退休了 他在市府服务 超过四十年 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一个公务人员 他把关民众党的财务 运用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严格 甚至比公家机关还严格 尤其是对一个 党部的财务来讲 好比说 比如说这个有一年 这个柯批在跟 大家包括这个 财务长梁秀菊 在开会的时候 在讲说 你这个年度的 这个组织部 跟社会部的金贝 没有用完的话 可以移坐这个文宣部 他们去挪用 可以让文宣部 去把剩下的钱 把它用完 就是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没用完 你就给这个部门 给文宣部 他们需要钱 就给他们把它花完 可是后来 当下就踢到铁板 梁秀菊就想说 各部门的预算 就按照你那一年的 这个编列的预算 就有点像公家机关 你就按照那个 编列的预算 进度去自用 你不能任意挪用挪编 你这个状况不可以这样 那科幂后来就 鼻子摸一摸 踢到铁板了 被自己的财务长 这样子 私底下他就抱怨 有点不说 一样是党的钱 为什么我就不能用 然后他又想说 钱都是他在管 他讲的是梁秀菊 那这个结果 我变成我都不能用 就是类似这种状况 后来他就慢慢想说突破 所以从九合一大选之后 到去年你看 然后紧接着要今年 为了备战今年的总统大选 跟立委选举 整个一整年 除了政治现金的募款 还有很多的这个党务的 他希望能够发展 更多样体系的什么 所谓的他们民众党 自己的党营事业之外 所以他就另辟蹊径 找了一个管道 除了李文忠 跟他的这个妹妹李文娟 在进种 变成李文忠 他是进种的财务长之外 他就跳过了 其他党部正常的一个体系 以前勤款 在民众党党部里面勤款 是各部门主管要同意之后呢 到这个财务长梁秀菊 然后再来到这个秘书长 所以从民众党的秘书长 第一任张哲阳 到第二任这个谢立功 第三任的这个周台族 到现在的这个周渔休 周台族以前 都还会按照这个状况 跟这个梁秀菊这样配合 可是在那之后呢 去年整个朱阳变色了 为什么 就是一个因为橘子 橘子他可以拿着一张 手谕就是上面 柯逼签一个名目 他要用钱 室友大概写一下 然后多少钱 然后上面写柯文哲 他签名 然后这个日期 他可以拿着这一张 柯逼给他的手谕 有如皇上的圣子一样 直接跳过 党部的整个财务长 和秘书长的体系 去跟财务会计人员 去党部 或者是进种去领款 直接这样用 所以后来柯逼就走这个西境 那大家都知道说 橘子拿了这个手谕 大概都只有他的拿到 因为柯逼只会写给他 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 长期下来一个久久的习惯之后 除了他背后是柯妈 柯逼的人之外 柯逼又授予到他们的权利 拿着这个 你可以挑过财务长 可以挑过秘书长 不用再给秘书长看 你到底要怎么支用这些钱 所以这样子下来 他都可以领钱 所以为什么后来周刊 还有这个相关的新闻出来说 他去党部搬钱 大家会很不可思议 民众党没有党部的财务长 财务会计人员 当然有 但是因为橘子的角色跟身份 所以他拿着 他就代表皇帝 他拿着这个纸 谁敢去对柯逼写的 橘子拿着这张来 老板说要用钱 大概多少钱这样子 然后一个室友 他不会写那么清楚 就给他看 然后你就放在财务会计人员这边 那你钱就给我 橘子就领走了 所以就是这样状况 以至于后面民众党 他没有办法再像 刚开始建党初期 以及一开始的时候 那两三年 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 完完全全透明 然后整个公开 甚至比公家机关 很严格的一个党务财务 到后面就完完全全 让橘子这样子处理 所以你要说后面 为什么有提到说 橘子说 那个周开有提到说 橘子把钱带到 把一些钱带到日本 然后甚至有传出来说 那个柯逼要他把这个钱 保管好 保护好这些钱 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我来说 这种关系和情况 就是等于柯文哲 纵容橘子 让徐子瑜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 胡家虎卫 我特别有感 因为这当中最近有人 就因为这样的状况 他也曾经在这个 金华责案子被约谈过 他也曾经去协助柯逼 和这个民众党去募款 找一些企业组去 后来出来之后 他跟他的朋友 这个抱怨说 当初他帮民众党和柯逼 去找这些企业组老板 去募款 也没想到今天这些企业组 老板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被减联一个一个约谈 然后他等于有点 对他们这些企业组 很不好意思 因为这也是算 他的人脉之一 他觉得我当初帮民众党 帮柯逼去募款募这些钱 结果害他们现在 被检察官约群 然后不管怎么样 是证人也好 关系人也好 他就觉得很抱歉 很不好意思 然后现在又要被 这个民众党里面 盗成这样 还要被媒体打成这样 所以我是有听到 我朋友讲这个事情 和这个当中的过程 还有才听到说 这个举止的猫腻 我请教你 陈佩奇 有没有安插人去市长 那边做事 陈佩奇反而相对来讲 他是属于柯文 我就说柯妈妈是 所谓的柯文哲的组织系统 包含党部的最大派系 都是柯妈妈在指挥 因为柯妈妈很喜欢 交际交朋友 柯文哲很不喜欢 所以所有交朋友的事情 都交给柯妈妈去负责 所以柯妈妈是 党内最大派系 也是组织系统 是柯文的组织系统 但是陈佩奇叫做 柯文哲的地下文宣系统 柯文哲想要讲的话 他不想想的时候 就会叫陈佩奇写脸书 所以文宣系统是谁负责 为什么陈志涵 是跟陈佩奇比较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陈志涵 后来主导了整个 柯文哲的文宣系统 那主导这个文宣系统 陈佩奇是另外一支 地下的文宣部队 所以他跟陈佩奇的 关系就会很好 所以要把柯文哲 你这样没有听说 他安插谁到市府里面去 拿官 封官封绝就对了 对这个东西就要看柯文哲 对于柯妈妈跟陈佩奇的定位 一个是处理组织的 所以组织需要一个服务 所以柯妈妈要安排人 到所谓的市府里面 一个处理文宣的 所以陈志涵 你就跟陈佩奇好一点 整个的文宣系统要怎么作战 就由所谓的陈佩奇来负责 好 国际介绍来看看 俄乌战事的一个最新状况 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是大不妙了呢 一个最新的消息发现说 俄罗斯中国籍的雇佣兵 421个人打到现在 居然只剩6个 到底怎么回事 对 没错 那么俄罗斯事实上 你知道在这个 入侵乌克兰的 两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里面 吸引这一段 不过他们都不愿意公布 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公布多少人就对了 不过最近招募了一批新兵 惠美你知道这新兵 平静的年纪有多大吗 其实也蛮年轻的 快要拿敬老卡的 40到50岁 40到50岁 其中有几位是60岁 再过5年在台湾 就可以直接敬老卡 搭公车免费 没有错 对不对 还给老 活得下来的话 领老保了 年金几户了 年纪这么大怎么上战场 因为年轻人目不到兵 那还有就有些逃兵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 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其实 跟大家爆一个料 我们台湾还有 还有年轻人 现在志愿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还有 那么还有跟我保持联络等等 希望他能够平安就对了 那其实除了台湾之外 那么中国也有 中国也有人 想要去帮助俄罗斯 所以雇佣兵421个人 去打了仗了以后 目前听说只剩下6个人 而且有告诉各位的 就是说有的雇佣兵什么意思 拿钱的 拿钱打仗的 就没想到死了那么多人了以后 他们后悔死 为什么呢 没想到俄罗斯竟然网上报 说他们逃兵 说他们逃兵 说他们到了现场 要跟乌克兰投降 为什么这样做 我替你俄罗斯打仗 结果连命都没了 就要升级嘛 因为你是雇佣兵 雇佣兵如果你死了我给钱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直接 乌以 你们这个等于说 乌以谋反 你们根本就是去跟乌克兰 这个等于说投降 然后你们不是 这个等于说战死的 我挤着便投离 所以为什么后悔的 要死的原因 在这个样子了 那除此之外 事实上呢 包括白俄罗斯的媒体 所报道的 还有南韩的媒体 报道的是真的 是什么呢 北韩 也就是朝鲜 那么北朝鲜呢 事实上呢 偷偷的把一批 大概接近 一万两千名的特战部队 因为北韩的特战部队 大概全世界最多 有20万 他这次那么应 这个普丁之请啊 一开始是一万名的 这个兵工 基本上构筑建筑的 那个兵工啊 但这次直接把 一万两千名的特战部队 那么准备要派到 这个武克兰战场 那其中有1500名的 这个所谓的 风暴军团 已经到了 那他们先到了 俄罗斯的以后呢 然后紧接而来 在俄罗斯的 这个新兵训练中心 稍微 进行个整补的 过程当中以后呢 就即将把他们 他们不会把这些人 全部都集中在一个部队 所以他们会分散到 不同的部队 把他送上前线的 对吧 所以真正 真正这个等于说 这个 已经编入第四一空 这样特别引 然后呢 也已经 他们也听到 在俄罗斯的前线 有听到韩国话 也就是说 应该北韩的部队 这些部队穿的军装 这些人看起来 黄皮肤的这些人 等等啊 应该就是北韩的人啊 那目前为止 有些是冒充成 伪装成是蒙古人啊 还是因为 俄罗斯非常大嘛 俄罗斯的民族里面 也有一些 蒙古族的 相关的人在里面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目前啊 这个南韩跟乌克兰 掌握的是 北韩已经送了 800万发的炮弹 给了这个俄罗斯 对 所以俄罗斯不是 所以人跟炮弹都到了 人跟炮弹都到了 然后飞弹也去了 不过他没有飞弹 因为品质不良 常常背得乱七八糟就到了 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他们的飞弹 现在俄罗斯最需要的是 它的人 跟这个所谓的炮弹 那当然有些人 有不同的看法了 因为 因为最近不是 我们国际局势的分析 都认为 那俄罗斯跟这个 北朝鲜之间的关系 好像取代了中共的地位 有这个feel 可以闻得出来 为什么呢 你看北韩在十一 中国国庆的时候 竟然批评中共 而且竟然也没有参加 他相关的一些庆祝活动 这是不寻常的 这些不寻常的 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往年都有 以前都有 现在没有 然后也不用 对他们的外交人员说 也不用太 意思是说 不用太客气 不用太信 这个北京就对了 但是对俄罗斯不一样 跟俄罗斯之间的太多密集的 出钱出力了 对 而且因为俄罗斯 那么允诺给北韩一些 包括高科技 来自于人造卫星 来自于可能也跟飞弹有关系就对了 所以怀疑 应该是跟北京习近平 关系越来越远 甚至于连 北朝鲜最需要的粮食 应该大部分都要跟中共禁 对不对 也减少了 当然黄冰 当然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说这烟雾弹 是因为这样子 而中共是这样释出相关的军事援助 经过北朝鲜运你守过去 我个人倒不这样认为 我个人倒认为 中共不敢名正言顺 光明正大的去援助俄罗斯 但他偷偷的 比如说一些无人机 一些相关的等于说 军备用品 比如说黄弹衣 这些东西有的没这么干 会支援 对 但是你说直接把飞弹炮弹攻击性 甚至于士兵派去支援俄罗斯 我觉得习近平的如意算盘 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衰落以后 全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 就是中国了 好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说不定最大的获益者 还是中国呢 另一方面来看习近平 现在是不是两种手法 对台湾看起来硬的 好像比较硬 软的又很软 来了一个力剑演习之后 接下来他到福建视察的时候 又说什么 要建立什么 两岸人民什么 正确的知识 对不对 增进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有啊 我们很认真 在对台湾做国家认同 一边一边 但是习近平是说 要让台湾人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到了福建的东山岛 也有一个意涵很特殊 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东山岛是什么地方 东山岛其实就是在中国大陆对岸的 福建跟广东的算是交界处 他算是福建的第一大岛 而对于整个中国全的这个版图里面 算是第五大岛 面积有18019平方公里 那习近平到这个地方 告诉大家 那个地方在1953年 7月16号到7月18号的时候 打过一次这个 当时有的国军跟这个解放军 打过一次最后的一个 等于说以前那个年代 上个世纪五年 国共战役 对国共战役的最后的反共大 这个反共大陆战争 那也在那一次东山岛战役之后呢 宣布 也宣示了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 不可能打得了这个反共大陆 因为刚开始东山岛只有1200兵力 后来打了解放军 增援到2万多兵力 那一开始那个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司令 是胡联 胡联就是派了1万的这个部队 从金门直接拉过去打这个东山岛 那时候台湾的海军陆战队啊 什么散兵啊 全部都这个加入去攻击那个东山岛 后来打了一两天之后 伤亡非常的惨重 蒋介石老蒋 那时候一直心心念念说 把金门马祖当跳板 去打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包括广东福建的一些岛屿 再打进去他们的省份 都可以从南而北 长驱直路 北上到北京 然后再光复大陆 那时候那个年代时期 戒严时期 老蒋那时候一定是这样的想法 但没有用 已经功败垂成 所以无能力再打 但是至少能靠自己 守住我们台湾 澎湖金门马祖 台风金马 那解放军也不可能这样子 轻易可以这个月雷十一步打过来 当时是这样 所以习近平跑去那边 就勾起了 给老蒋难看 就是给 等于是让人家想起老蒋那时候 这个败仗之入 所以我才说习近平到了那一边 是不是有一种标志上的意义 听得懂的听得懂 看那个习近平的动作 和为什么到那个地点 就能够一下子想起来 当然年轻一辈的 可能不太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但是我把这个 你去查维基百科 或是上网查一些历史 翻相关的书籍 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 东山岛战役 都一直在被提到最多次了 那去了这个东山岛 也特别跟大家讲 刚刚瑞德哥不是跟大家讲到的 俄乌战事吗 看到什么普丁竟然把这个囚犯 送到前线上 其实老蒋以前也有 你们知不知道 最早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东山岛战役 就派了一堆这个被台湾 判刑定验的这个囚犯 为了跟他们讲说 你去打仗可以减刑 甚至可以特色假释 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出来 不用再关 就真的把一堆囚犯 编成那时候第42支队 他里面的这个 两个大队的组成的分子 就很多是从台湾关过的 然后大部分是台籍的 这个不一定是死囚 但是都是重型的这个囚犯 送到东山岛去 那当然也是牺牲 伤亡非常的惨重 那最后有包括什么 李文青等68个人 本来要服刑的 后来英勇受伤 有的受了重伤轻伤 反正后来退下来之后 打仗输了嘛 撤回来 他们也真的被这个 当时的国防部承报 然后可以减刑 然后可以假释 可以不用再坐牢 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才说 派囚犯去上战场 不是普丁的这个特有的专利 以前老蒋在上个世纪 50年代也做过 也干过这种事情 因为囚犯可以先让他们 去做一个炮灰嘛 台湾10月10号 中华民国国庆 我们都也是很高兴 我们自己国家的生日 那驻外管处都会想办法 在10月10号之前 789这些日期 办这个国庆晚会 我们在蒙古国的 这个首都乌兰巴托的 驻蒙古的代表处 也不例外 可是竟然没想到 当时乌兰巴托的 这个官方竟然以说 我们接获通知 台湾的在这个 蒙古国的代表处 有这个什么 被人家举报 说那个酒店里面 可能有有鼠疫发生 有大规模 我们要去检查 做卫生环境检查 然后去呢 也查不出所以然 但是因为酒店被这样一查 等于我们选定 要办晚会的地方 假装有鼠疫 对 结果 破坏我们的晚会 酒店就太压力太大了 他干脆在临时 晚上6点半以前 就是说宣布取消 不让这个台湾方面 代表出去办这个国庆酒会 比如说中国 前一阵子不是刚跟这个 非洲开完了 53个国家的中非峰会吗 好死不死 南非的总统 就跟习近平抱怨 说你去年 他讲的去年是前一年 就是2022到2023年 你答应要给我们 非洲国家的 这个所有的这个援助 大概高达9.6141兆元台币 大概是3000亿美元 要购买非洲国家的产品 你没有买啊 你票票了啊 你知道习近平脸色 一阵青一阵白的 被南非总统吐槽 那你接下来 要不要再跟他开支票 说我去年没 你总不能讲 我去年没买 对不起 我今年到明年 今年补给你 我再来买一份 你补给你 你之前的3000亿美元没补 那你现在再补3000亿吗 当然之后他都没讲 把他这个轻轻带过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些国家想要要资源 中南美洲的很多 像红朱拉斯去年3月 是不是跟我们断交 他们一直想说 中国大陆可以跟他们 买白虾取代台湾 结果呢